我们知道在国内外出现过地下挖出过飞碟石的新闻 主要是在煤矿中 2015年在俄罗斯科迈罗沃区的一个煤矿 一颗类似飞碟的神秘巨石被发现 圆盘直径为1.2米重约200千克 在中国山西煤矿也挖出类似物体 江西上摇的煤矿也发现过 有专家研究发现主要是硅为主 还有一些碳质 专家认为长期的地壳运动和地质构造 这个运动过程中长期的延迟压力受到了魔圆 改变了它的原始形状 所以形成这么一个飞碟的形状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些其实是真正的飞碟 我们经常在天空中发现小型UFO 这些较小的无人机用作侦察 以保证较大的船只安全 这些小型侦察兵甚至只有棒球大小 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石头 而是一种凝聚的纳米机器人材料 可以像石头一样 但实际上里面蕴含着复杂的纳米级别的能量网络 如果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它的材料 也许可以发现外星科技的证据 2019年6月11日 一位摄影师拍摄了几张照片 在肯塔基州斯莱德附近的背景中 有着美丽的风景 这位摄影师在检查照片中 发现了几张奇怪的照片 有几张照片 居然有几个石头漂浮在空中 这个现象令它很不可思议 这些石头是可以漂浮的 如果它们是外星人的侦察器 那么石头只是一个伪装的手段 如果侦察器出现故障 坠毁后较低的文明是无法破解的 因此不畏干预较低文明的自身净化 就在前几天 来自森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 经过多年的研究关关 首次实现了原子级精准控制的石墨烯折叠 构构出出一种新型的准三维石墨烯纳米结构 这也是世界上最小尺寸的石墨烯折叠 因此更别说宇宙中那些超数人类 几千几万年的科技水平的外星生命体 是完全拥有能力构建原子级别的能量网络 根本不在乎外观是石头还是金属 下面这个视频拍摄于1993年 那有没有可能说石头飞碟也许就是真正的飞碟呢 我们做个假设在几年前这些飞碟来到地球考察 那时候还是恐龙时代气候潮湿森林密布 这些外星飞船也许会因为雷击之类遇到故障 并且有可能会灼毁 那么很可能会和森林一起演变为煤矿的一部分 因为煤矿相对较软 所以它们的形式保存下来了 这会在其他地方的在地壳运动中遭到较硬岩石挤压 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所以煤矿中飞碟石会更多一些 特阿蒂瓦坎是一个古文明建筑遗迹群 位于精致墨西哥城东北方约40公里处 位于一个仅邻墨西哥古的小型古地中央 特阿蒂瓦坎占地面积巨大约11平方公里 多为古代居住民房与金字塔 根据测算 这座古代城市人口曾超过20万人 古老的特阿蒂瓦坎被神秘所包围 当年西班牙人来此地时看到成群的金字塔 而拥有超过20万居民的人口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以曾经有传言说 这些消失的人口是不是被外星人接走的呢 这里有两座大线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和太阳金字塔 还包含了位于在太阳金字塔对面的羽蛇神神庙 而成为今日古代墨西哥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物 并受到各方高度重视 2019年8月28日访问特阿蒂瓦坎的一名游客 在月亮金字塔上方的天空中拍摄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物体 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漂浮的巨石 这位游客已经将原始图像提交给Mufin 特阿蒂瓦坎的月亮金字塔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怪异现象 曾经在2000年 月亮金字塔被拍摄到了神秘灰色光柱 如果UFO可以伪装成石头 那么它们可能已经潜伏于地球各地 如果你在路上发现天空中漂浮着类似形状的石头 请一定要及时拍摄下来 漂浮着石头再次出现 似乎世界各地灵异之物正在激活中 谁能告诉我们它们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